仔細趁重備料把蛋液倒入機器 再把成品裝袋 想做出好吃蛋捲 步驟看似簡單 但對這些憨人們來說 相當不容易 來到廚房裡一頭 老憨人們正在把紙盒穿線 儘管動作沒那麼靈活 卻樂在其中 關於桃園新屋的方舟起至教養院 從民國78年開始 默默照顧近百位身心障礙者 不只料理生活起居 更教導他們學習 如何自立自強 因為他們可能目前暫時 沒有辦法去到一般的就業市場 跟庇護工廠 我們希望在機構內 能夠有一個環境 創造一個就業環境 讓他們學習一切日常 找到自己的一個價值 這些孩子他們的用心 其實不輸給專業人員的 專業人員的這樣子的程度 所以讓他們感覺 非常的了不起 能夠這麼了不起 全都靠方舟媽媽謝春蘭 一手拉拔寒兒長大 她扛起重擔 就是為了給她苦中的 喊寶貝們一個安身立命的家 不踏出去了就是要對自己要信心 一信心就二十八年了 搬過來沒有圍牆 沒有大門 一個女孩子就在這邊 要二十小時可以說睡一天 睡著兩三個小時 沒有到床上去睡就睡 辦公室這邊稍微休息一下而已 那時候想一直想要放棄 二十四小時照料 讓方舟媽媽一度想要放棄 身體也出現狀況 罹患子宮頸癌 不過她連化療期間 也要向醫院請假 就是不放心這群憨兒 而如今這甜蜜的責任 走棒女兒手上 女兒就笑聲說 媽媽這個工作我一起跟你 你不要擔心 好啦 媽媽你讓你放心 我會在身邊跟你一起 一起照顧自己的小孩子 其實早期的時候 小時候當然很多的埋怨 等到大了以後才知道 原來她去照顧更多 比我們更需要照顧的人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才會覺得 媽媽好偉大 我都很爽 他們的 今天永芳自己大家庭 他也身在寬中媽媽 有的叫阿嬤 把每個憨兒當作一家人 方舟媽媽母女用愛灌溉 付出時間和精力 無怨無悔 怨聲和志工也深惡感動 我覺得住在這邊很快樂 有很多人關心我 照顧我 然後不會讓自己的病情惡化 他們就一面的老憨兒 然後就是可能這時候太想家了 然後就直接抱著大哭 可是對他們來說 我其實是陌生人 但是他們就是感情很豐富 所以就是讓我覺得說 他們有那種小孩的童爭 老憨兒他們因為年紀大 身心功能各方面的變化 能夠有個專期來給他服務是最好的 他人們身體機能退化快速 一到四五十歲就算步入老年 方舟媽媽現在最大的願望 就是期盼早日能夠建立更完善的環境 讓他們有個終老的家 記者謝祥麟 陳自凡同意播斗 手並絕肥 優秀 雅 尼